AutoCAD 2021 新功能說明2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爸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AutoCAD 2021 新功能說明2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 2019 版本的一個新功能 我們可以將檔案放在 Autodesk 的雲端空間 透過這方式可以開啟網頁版的檔案 這邊選擇檔案做開啟 你只要登入 Autodesk 帳號 就可以去存取我們網頁上的雲端的DWG檔案 所以你今天出差或是其他地方 你只要透過網路就可以去存取 就好像我們的 Gmail 我們只要登入我們的 Google 帳號 就可以去存取我們新香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你今天編輯好檔案呢 你可以再做回存 一樣喔 存回我們的網頁空間 那我就給它直接呢 其他檔案名稱也可以 那我現在就目前就有這幾個檔案 可以做存取做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了解雲端空間的方便之後呢 那 Autodesk 2021 呢 又有個新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 檢視頁簽 這邊有個 DWG 歷程 開啟這個選項版 Autodesk 呢它現在呢 可以存取 Dropbox OneDrive 跟 Box上面的圖面版本 而且它的好處呢非常方便 它可以把各個時間點的檔案歷程都把它存起來 好 早期我們是不是只有一個 DWG 配個 BAK 除非你自己有做備份 不然它永遠都只有這兩個檔案而已 那你透過我們的圖面歷程 它可以把不同的時間點 好 我們的 DWG 全部存起來 那通常呢 各個雲端空間呢 它的時間呢都可以保留30天 好 除非你今天是付費的一個帳號 可能就可以有比較長的時間做保留 OK好 我們了解之後呢 我們先來試一下 這個先關掉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資料夾 我們看一下喔 我這邊呢有個 OneDrive 對不對 我有個 AutoCAD 的資料夾 我這裡面呢就可以直接開啟檔案 那根據預設呢 它會希望你可以做登錄你的 OneDrive 的帳戶 去存取我們的檔案歷程 你可以依照這個需求去做登錄 如果你沒有這個需求的話 那你要如何去存取我們其他檔案 好 其實呢非常方便 我就先把它做關閉 我們回到我們的資料夾 檔案總管 我們其實呢可以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就可以去檢視檔案的歷程 OK 你看我現在先還原它一個檔案 好 這邊呢好 點選 我可以呢做還原或是開啟 還原的意思就是說 將這個4月9號檔案呢 去還原到我現在目前4月12號 把它做覆蓋 當然我可能只是想要查看的話 我可以選擇開啟檔案 這時候它會透過雲端呢 去做下展 好 那我們打開一下我們的資料夾 OK 這邊就會有個檔案 那我們一樣把它點開 查看一下 我現在呢 這兩個時間點 這是我4月9號檔案 那目前呢 4月12號已經有兩個配置 所以 不同的時間點都可以做存取 所以你可以利用你的需求 那如果你今天 想要做登錄也是可以 那我們來這邊做登錄 點選 首先第一次呢 就會有個登錄帳號 那下一次呢 畫面中呢 就可以直接顯示我們的檔案 那我這邊來先登錄 好 我們登錄好之後呢 這邊就會顯示我們的版本歷程 一樣我最早的檔案呢 在4月9號 好 所以 這個畫面呢 就跟我們剛剛檔案總管 這個地方 按滑鼠右鍵一樣 就可以去檢視我們版本的歷程 好 那注意喔 這邊BAK也是可以檢視 按右鍵 一樣檢視版本歷程 那我們BAK呢 它只能 在你OLOKEY呢 是存取成 儲存成最新的檔案格式 它就會有BAK 如果今天 你今天叫我們的檔案格式呢 如果你今天存成的不是2018 你存成是2013以下的格式 它就不會有BAK 這是原廠的預設設定 這點可以了解一下 好 非常方便 所以像你有使用 雲算空間的習慣呢 你可以透過這方式呢 去做登錄 或者你不登錄也可以 像我自己的個人的工作習慣 我是將我的檔案呢 都放在Dropbox的空間 所以我今天 可以在其他地方呢 甚至於手機 都可以去存取我的DWG檔案 方便我的工作 以上呢 2021的新功能呢 各位可以來試一下 有問題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我會去一一做回覆 好 那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